人员站在尾门板上 准备把再满包裹的蓝车拖出来 没想到下一秒悲剧发生 一个重心不稳 当场摔下去 直接被蓝车重压 换个角度看一旁其他人员 想要帮忙根本来不及 蓝车重达200公斤 被压到的粉碱人员伤势严重 右胸第三根肋骨骨折 在家休养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可能是他在这个尾门在下降的时候 那这个大概下降到 这个三分之一的地方 那这个尾门板稍微有一点往下 意外发生在11号凌晨4点多 台北邮件处理中心 还原案发经过 外包人员卸货时 有一名司机员升降尾门板 疑似操作不慎 导致异常抖动 这上另一名分检人员 站在蓝车后方 明显违反规定 最后惨被压伤 在操作上下尾门 没有其他的这一个 其他的事情 在那单况之下 就没有办法去分辨 人员我们会再加强他们 按照我们的这个月台的作业 跟蓝车上下的这个SOP 检视卸货标准程序 SOP 由司机员操作车辆 人员在升降尾板时 不能超过红线 而且必须站在蓝车侧边 这回外包人员出状况 邮件中心也将 加强管理 华视新闻张晏硕王 陈毅台湾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